就是说,第一个问题吧,就是几百万年前,黑黄总人在星球上呢,海奥华的星球并没有阻止核战争造成灾难。 而书中说的呢,玻利尼西亚原来星球上呢,在150年前呢,海奥华星球也没有成功阻止它的核战争。 而玻利尼西亚呢,在我们的母大陆上创造过辉煌,也就是说,玻利尼西亚人的文明已经很高了。 那么海奥华虽然让米歇去了海奥华,他真的就能拯救地球吗? 就是拯救地球就靠米歇这一本书呢? 为什么他不像原来一样在派一个耶稣啊?或者海奥华还有其他方法吗?谢谢。 嗯,那其实就好像说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好多人都预测说未来会是有没有什么核战争之类的。 其实我们想要知道未来就好像蚂蚁要知道说前面有没有什么路障似的。 那人站在三维的这么一个高度,可以看到蚂蚁的前面有没有什么路障。 但是蚂蚁同时自己它可以向左转向右转,它可以避开这个路障。 所以我就坚持一个观点,就是实在认为,如果我们要大家一起努力的话,有一个集体的意识。 那么可以转变未来的一个趋势或者未来的一个方向,可以避免这样的一个灾难。 那其实在两千年以前,基督他过来,那也是促使了很多人都走向了一个灵性方面的一个道路。 但是后来不幸的就是被一些宗教团体被扭曲了。 所以,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努力,能够争取让大家有这么一个灵性的知识,知道说现在事实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 你说的玻璃尼西亚人他们的祖先是从Arimo X3这个星球上过来的。 那这个星球上确实发生了核灾难,那海浩华星期的人没有能够成功的阻止。 但是,其实核灾难来讲的话,并不是最严重的一个后果。 因为毕竟黄主人黑主人他们在原来的Baccaratini星球上有过核灾难或者核战争, 但最后他们也都是两个种族都幸存了下来,有辉煌的文明。 最主要的并不是肉体的死亡,或者因核战争导致了肉体的死亡,而是心灵上的对落,或者是灵性方面的对落。 所以你看到海浩华星球的人他直接干预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某两个国家就产生了这个战争, 他们就直接的干预,而是主要就是说有一些让人没有办法能够获取灵性知识的这种情况下, 他们会直接干预。 就是被比如说一些国家或者一些什么其他的情况,导致说被洗脑,或者说不能够获取独立的有关灵性方面的知识的时候, 他们认为说这才是最大的灾难。 所以目前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能够把这个就是让大家开智,让大家有这个机会来获取相关的知识。 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事在人为,对。 我还在继续想问一下,那么耶稣来的本来是要拯救这个地球,让大家更有爱,获得灵性, 但其结果呢,直接造成了宗教的产生。 也就是说,海奥华并不喜欢宗教的,他没有像海奥华预期的那样,而是产生了邪恶的宗教。 这是,是不是这个当时他设计的问题了,设计的有问题呢? 对,这个,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 他当时来讲的话,对当时的情况,因为犹太人被罗马人所统治, 是没有办法让犹太人能够遵照他们以前的灵性的方式来去生活。 所以他们派遣了耶稣和基督来去引领他们能够突破罗马人统治的束缚。 那这是他们当时采取的一个决定,我不能够平斑就是说他们做的对或者不对, 但是最终来讲还是有一定的那种积极的效果。 因为毕竟在新约圣经里面,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还是被比较准确的记载了。 所以真的如果要是,大家经常问我说怎么样子能够有一个比较有灵性的生活, 我就一般都会说,你就遵照基督所讲的话去行事就可以了。 基本上新约福音四书的基督所说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的。 那同时对于刚才你说的这个问题,这本书里面,海老华医院这本书里面, 他也讲了关于阿尔基的一些事情。 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海老华兴旗人的直接干预, 但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四个人的努力, 导致那个国家从一个极权的政府走向的一个非常, 算是比较美好的一个形态吧。 那其实他花那么大的力气, 请阿尔基过来, 结果阿尔基回去的时候还因为意外, 他肉体就死亡了。 就花这么大的力气, 然后请阿尔基过来跟米歇讲他们那个星球上那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 无一就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也可以效仿他那个国家所做的这些事情。 那你可以看到说, 阿尔基对米歇所讲的话, 他们之前是一个什么样子, 有很多宗教啊, 有很多这种这种教派啊, 然后这个人们的思想这个束缚。 那现在经过那件事情之后, 那变成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世界。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海豪华星球人的这种干预会造成一定的这种结果。 那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 但是我们是否能够看一看阿尔基星球上所发生的事情, 能够朝着他们那个方向去发展呢? 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去着重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阿尔基的是, 我先稍后再说啊, 我先把第一个问题说啊, 就是当一基督教产生了以后, 其实可能世界真的变得好了吗? 但是整个欧洲经历的一个中世纪的黑暗, 布鲁诺呢也被烧死了。 其实是到了文艺复兴以后, 才欧洲才起来了。 就是说他还是经历了很大的一个灾难呢, 并没有马上给人类带来了文明。 它是经过一个过程, 因为整个的一个这种灾难性的过程, 才可以让人家去有意识去觉醒。 因为如果都是那种经济的繁荣, 经济的富足, 或者说一些看起来都是非常美好的一个, 很没有挫折的一个路径的话, 那大家可能不会有机会去思考一下, 真正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我在我周围有一些朋友, 他们就是在这个疫情发生了的时候, 才真正的有时间静下心来去思考一下, 这个活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然后看了《海华院》这本书之后, 才突然有一个顿悟和觉醒。 所以其实经历并不是说一个圣人过来, 或者说像基督这样子的一个, 或者佛陀过来之后就是一帆风顺的, 都会有这种曲折, 都会有一些挫折。 那这些都是学习的经历, 我觉得有这些挫折才能够让我们更好的, 能够体验一些人生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 另外呢,就是说阿尔基, 为什么这本书安排阿尔基就死去了? 这个有什么它的意义吗? 我觉得突出了那一段, 阿尔基所跟米歇所讲的那一段话的重要性。 因为你想想, 这本书里面,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就是这本书里面, 唯一让我两个非常不理解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你看海华星球人, 他们那么的慈爱, 那么的友善, 然后对米歇那么的好, 但是你看涛他用了很大的力气, 把米歇的肩膀都给掐痛了, 掐疼了, 然后这是一个让我非常感觉到这个惊讶的一件事, 另外一个就是阿尔基的死亡, 或者肉体的死亡, 所以就是说这两个就是让米歇, 或者让读者能够印象更加深刻, 能够凸显说那两段的, 或者那两章的意义或者重要性。 我觉得他把米歇掐疼了, 那个就是让他回到地球以后, 他身上还有这个伤, 他知道他真的去过一次, 因为这太神奇了, 他可能回来都有点不相信, 但是这个伤痛在他身上, 他还是能记住吧, 我是这么想的, 不一定对啊。 也是凸显了涛拉讲话的重要性。 对, 还有就是阿尔基的死亡, 我总觉得他还是有一定的暗示, 可能我们并不理解。 但是关于就是阿尔基给的那个例子, 我觉得这个就是结束一个, 这是一个结束一个统治的一个方法, 但是如何重建一个新的秩序, 就是我觉得非常。 非常好。 我们下期再见